文道说最近我们得奖了 德国还是芬兰的一个国家有个机构 这个机构做了一个评奖活动 选世界在2011年度十大三寨产品 十大三寨产品 全是什么假iPhone 假的没有散业的风扇 都很有名 然后这十大奖项里面 中国拿了五项 在全世界是举世第一 那么然后机构颁这个奖子 就说明了 就是你看原来那些设计出来的东西 人家都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比如说就讲刚才那个风扇 那是英国很有名的工程师 现在很火 他设计那个什么真空吸尘器 然后没有散业的风扇 那个东西 他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他去想 他念书的时候在想这个 出来工作 就从一身精力 很努力的做 做成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很好卖 但我觉得他很值得 因为那是对你的奖励 一个人用十几年时间琢磨风扇该怎么做 然后我们的工厂 三寨厂 现在用200块人民币不到一把的价钱 就把它给三寨了 然后卖的到处都是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不是一个太坚硬的 说要保护智慧产权的人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 你有多尊重人家那个创意 所以闻到修行 佛家说什么杀盗淫妄 其中说道 这个戒 我发现佛教是很严格的 我道版都不能买 不予取 没答应给你 你取了 这都算偷 所以我们现在首戒 比如说我现在首戒 真的是道版碟 我都不能碰的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很严重 一方面好像我们觉得精神产品 品质 平均品质 好像越来越烂 但这个趋势 有人说是因为不尊重知识产权 不付钱 导致创作的人 只能越来投入的越少 还有一种人 说这可能是网络化出现之后 是不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你觉得 我觉得有必然趋势 但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首先我认为跟每一个听音乐的人要钱 这是合理的 每一个人都不会认为你去饭馆吃饭可以不付钱 对吗 为什么我们就可以 就是梁老师说的 他不尊重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无形的 他觉得这个不应该给钱 它不是一个物件 不是一个物体 这个太可怕了 其次 比如说像百度 很多网络 他们都成为最富有的公司 他们不付这个钱 你可以付这个钱给作者 让大家听到免费的也可以 因为你本来是有收入的 对吗 是